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喝茶都比较注重展 对吧 这展我们将来有机会讲讲这个展 这个对湖呢不是太讲究 经常就是一把湖打天下 那么实际上喝茶有很多讲究 这个茶呢首先是跟湖发生关系 不是跟展发生关系 那么好多年以前我就想 因为我这收藏的这个历史比较长 我自个儿各种湖也多了去了 也没统计过几把湖 几百把湖总是有的 我就想我们这个时代 能不能做出一些好湖来 因为我这个看呢 就是经常转来转去 有时想买把好湖并不那么容易 我们经常看到的湖啊 都是中看不中用 这湖看着很好看 你用起来非常难用 什么叫难用呢 比如这出水不差 比如呢 断水不好 什么叫断水不好 这湖啊应该是这水倒出来 想停的时候 任意时候都可以停 不管是急停还是缓停 水都不应该顺着湖嘴回流 可不幸的是我们大部分湖嘴都会回流 你看到餐厅去啊 尤其到广东地区的餐厅 那个壶嘴上套一个塑料的套 拿剪的一剪剪也很尖的口 它就是防止回流 我们现在有很多茶道师啊 左手执巾右手执弧 不停地擦这壶 为什么它要擦呢 因为这个茶水老回流 过去啊 古人唐代的时候准备的茶巾啊 都不是干这个的 它不是直接让你手里能拿一块 这个茶巾不停地擦拭这个壶 我曾经跟有的朋友聊天说起这事 他回去问他师傅 他师傅说的好 他师傅说呢 拿这茶巾呢 擦这茶壶是一种情趣 我先告诉你 古人没这情趣 因为他的壶好 不需要去擦拭 壶是干净的 我有一个态度啊 就是这壶无论多么好看啊 材质采用多么高级的材料 只要它不能用 它一定不是好壶 好壶的第一标准呢 就一定是好用 你看我今天拿了了九把壶 九加一把 任何一把都好用 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演示啊 你们会觉得很神奇 它有那么神奇吗 它就神奇 至少我有这个做壶的心愿 有个十年八年了吧 但付诸实施呢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首先我要找到好的工艺师 能达到我内心的一个要求 因为我不是做一把壶 我是要做一组壶 为什么要做一组壶呢 是因为每个壶的功能不一样 我们不能靠一把壶打天下呀 过去我姥爷 就是一把壶打天下 打我既事起 打我姥爷 离开我们 他都是一把壶 就从头到尾是一把壶 当然了他也就喝一种茶 他就喝老北京的花茶 那么我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 首先要找设计师 对吧 我得跟设计师沟通 我就找了石大宇先生 石大宇先生是这个美籍华人 他是华人或德国红联奖 最早的设计大师了 找他跟他聊天 聊得很 就是很高兴 很通透 两个人能说到一块去 过去说 这个 道不同不相为谋嘛 你得两人能说到一块 你才能干这件事 我当时呢就想 我要做几把壶呢 一下就想起中国的九宫阁来了 我这个九宫阁 就是一井字 九个阁 那我就做九把壶 这个架子是石大宇先生设计的 那么过去 这个 有一个 九九萧寒帖 这个九九萧寒图呢 它是一个字帖 它上面写着 亭前垂柳 珍重戴春风 每个字都是九笔 我们从数九那天开始 从数九那一天开始 每天写一笔 亭前垂柳 珍重戴春风 那么每天写这一笔呢 你听着容易吧 其实这特难 为什么呢 它不接气 你说这有什么不接气 不就第一天点个点 停 第二天画一横 第三天写个数 第四天写个折 它没那么容易 你比如你找一个 你最熟悉的歌 你每天就唱一句 第二天接着那句 再唱一句 你试试 它特难 过去九九萧寒图呢 是每天写一笔 当把这九个字写完 这冬天就过去了 春天就来了 所以叫九九萧寒图 那么我就用这个寓写 我也写一个 每个 也写九个字嘛 九宫湖嘛 九宫格里 填九个字 每个字九笔 我就琢磨来琢磨去 就写下这样一句话 叫 背景茶香 后代优品刻 这字刻在 这架子后面 那我当我把这个 字排列上去 忽然发现 这字从哪个角落 都可以读起 从右侧起 竖读 背景茶香 后代优品刻 这是它原本的状态 这个横着读 叫背香幽 敬后品 茶代客 如果从左起 是幽香杯 品后敬 客代茶 如果从左侧竖读起 叫幽品 客 香后代 杯敬茶 它全能读通 这为什么能读通呢 是因为中国字 一个字就一个意思 只要你把这意思 能够 能够堆在一起 它就可能能读通 这就是我们要做 这个九宫壶 的最初的初衷 那么现在问题 就出在这壶上 我怎么能够 把这个壶都设计好 这壶有好多种 我们首先说 它有一种单柄直壶 我们唐代叫急需 现在中国人没有 一看说这壶 是不是日本壶吗 我告诉你 这壶就是中国壶 唐代就有了 到宋代非常流行 这个在宋代的 诗歌里都有表述 这种壶叫急需 日语中到今天 也叫急需 就是你特别的需要 那么呢 再有呢 就是直壶 你看直壶 直壶我们都知道 得带半 这是直壶 带半 得有直壶 然后还有什么呢 提量壶 从上面开始提量 提量壶 还有什么呢 还有敞流壶 一会儿我都给你看 就是我们的壶的基本形态 这九把里都囊括了 这里呢 还有一把 左手壶 你知道啊 经过统计啊 生活中左手的人啊 占九分之一 我们正好九把壶啊 所以有一把是左手壶 这叫人文关怀 我去这个日本的时候 日本有个井市场 这个井市场呢 有一个地方叫 有一个有刺店 很小的一个店啊 你们到了京都井市场 一定要进有刺店看看 在里头买一件东西 它卖什么的吗 卖菜刀的 这个店呢 有四百多年历史啊 它是名 相当于我们明朝家境年建立的 它就是卖菜刀 但你注意看 它是卖 有左手刀 我们啊 这左撇子 切一辈子菜 它就没想过 还有左手刀 我们就没有 这种人文关怀 它这店里就有 左手菜刀 所以对我就是一个提示 那我就在上面呢 就选择做了一把 左手急需 你可能使得说 你要右手的人 你可能这有点别扭啊 对 这不是为你做的 是为 左撇子做的 那么这 九把壶啊 这九把壶呢 材质不一 工艺不一啊 那我们要求 工匠做的时候呢 有很多苛刻的要求 比如对它的密封 比如对它的出水的流畅 比如对它的材质 造型等等 一大堆要求 然后我们就开始寻这 工匠 我应该说还认识很多工匠 打听来打听去呢 人家都不接活 都觉得您这活有点听难啊 我们如果达不到要求 说这个面丢了还不算 朋友也丢了 所以干脆就不接这活不干 不干就不干 我找不着人 我在国内找不着人 怎么办呢 我就笨了台湾了 因为台湾还有人啊 几十年来 就干一个事 就是做这手工 当我们把所有的条件 都摆在桌面上的时候呢 很多工艺师也有点 心里打鼓 就觉得您这要求有点苛刻 万一我们做不成 怎么办呢 这个 说就不接这活了 那我一下就没了辙了 没了辙呢 我就跟石大宇先生商量 说咱要不然咱就奔日本 看看去 我们俩就奔了日本 去找 日本有很多师傅 一辈子干这事 日本有很多 至辞至陶的大师 叫人间国宝 人间国宝有点相当于 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 就这路子 我们到日本找到了以后 这些大师们跟他们聊 他们觉得这事是 做胡的最基本的条件 你看 这个态度就不一样 他认为你这个要求 你尽管要求 我一定要达到你的要求 我要达不到你的要求呢 那我就 我就不收你钱嘛 过去说没有金刚钻 就别懒这瓷器活 那现在他肯定是有 这金刚钻 所以他们就把我们 这活给接了 有多少个人呢 做这套胡呢 有四个工艺大师 四个人动手 一个人干不完 我们想做多少呢 我当时想 这活我要做多少 我也不知道啊 我想了想 就主观的一想 这事咱就干一年 就做365套 多一套我都不做 我们就以这个基数 跟人家工匠师去谈 跟工匠谈 工匠师说365套 说您这个得做十年 我一听 我十年不成 我这头发都白了 十年以后 我头发都没了 说不行 咱能不能加快速度 能不能一年 把这做出来 那日本人说 这事肯定不行 就不探讨了 所以你这个 让我们做 我们就慢慢 悠着做 做十年 我说 中国人都是 加班加点 也把这事做出来 您这老拖着不成 最后左商量 右商量 最后达成一个协议 就我们做三年 准备时间不算 从动手那天算起 做三年 现在做了几年了呢 估计把这事完了 没五年也差不多 得花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前面准备的时间 不要算 就只做这个时间 他宁肯 在工期上拖了你 他质量上 不给你偷工减料 他不给你偷机取巧 所以这事做了 大约五年 我们现在基本 能把这事做完 这些老师傅们 这个工匠 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 他一辈子就做糊 他啥事都不干 他就干这一个 他也没什么工作室 他所有的事 都不假别人之手 就自个儿 没有徒弟 有的是有 有这个儿子 这儿子呢不干 儿子要接班的时候 您就甭干了 您不干了 这儿子才接上班 所以他都是一个人干活 人家这一个人干活 是真是一个人干活 他的这把糊 从这个做泥开始 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 一直到把他 这把糊交给你 中间没有任何人 能插手一下 比如啊 有一把糊 我们先来看看 这糊呢 太神了 就是这把左手糊 这左手糊呢 你看啊 左手的 左手积蓄 这把糊 有一名字叫千日 你知道啊 这里的糊的名字 全是我起的 其实不是我生起的 是我从 这个唐宋诗词中呢 找来的 每一个糊的糊名 都有出处 这里的有一本书上 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 这把糊 大汤 注意看 很大的汤 它是 在这所有糊里 应该是容量算最大的 喝什么茶的呢 它是喝普尔的 它上面这种 里里拉拉的这种 诱点 这种东西呢 工艺叫枣卦 什么叫枣卦 就是海枣 海枣 就是海草 这种枣卦呢 是这老爷子 立门 独门绝技 他把壶烧好以后 他去海边 捡那个海草 捡了海草以后呢 他把它晾干 晾干以后呢 他把它捆在这个壶上 拿棉线 一点一点捆 捆完了跟一个鸟窝似的捆的 捆完了以后再烧一遍 然后这枣卦 就有这种优点 就吃在这上面了 每一个都不一样 每一个相当于指纹 所以收藏糊的 我们这糊有编号啊 绝对不可能出现第二个 就换句话说 只要跟这证书上的不一样 它肯定是后座的啊 那么 这种枣卦技术 我没有看到中国 我起码我没有看到中国有瓷器 去这么烧 那我当时就觉得 他这太慢 说您这个 您这枣瓜糊不就点海草吗 您能不能拆一个人到海边捡点 然后您能不能晾干了 绑糊的时候让别人绑 您那么大岁数 您这个 又自个亲自动手 手脚又慢 能不能把这个事让别人做 老先生绝对不干 这壶是我做的 我一人对他负责 就所有的事 我一定不经过别人之手 这叫什么呢 这叫精神洁癖 这把壶啊 容量在这里呢 是最大的 它是喝普洱的 为什么 它是喝普洱的呢 这个普洱不怕泡 量大点一次 喝不完慢慢倒 再兑水都不怕 所以它量一定要大 它上面这层枣卦呀 大部分人不太容易接受啊 这甩的乱七八糟的 好像感觉 其实就是这枣卦最漂亮 这种枣卦呢 第一它是自然形成的 每个都跟人的指纹一样 它非常个性化 第二你注意看 这枣卦呢 颜色不一样 就是它浅的地方是绿的 深的地方是黑的 然后这个釉呢 很奇怪 它在高温下 深入胎骨 直接就深入胎骨里面去了 你在这个强光下 阳光下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种枣卦的不规则性 是它的美丽的所在 我们的美 有很多种 一种是规律性的 很多人能看懂 比如打一格子 方格子 打得齐齐整整的 大家一看 哎呦这个很美啊 这个格子很有节奏感呢 像这类没有节奏感 它的随意是它美的一种表达 美的表达有多种多样 我们不强求所有的表达 是一种类型的 在九宫湖上呢 这种美的表达是多种多样的 那么我们再说一个 再说第一把湖 妄言 我们再说这把红色的妄言 这种朱尼湖 我们现在好像 很时髦吧 你觉得这有什么呀 这没什么大不了 这不是满街都是吗 它就跟满街那都不一样 我告诉你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朱尼的 这是最接近于我们的湖的那种状态的 朱尼小湖 它身上麻麻达达 这个朱尼小湖呢 它叫妄言 这个名字出自唐代诗人前启的诗 这个 它这个诗也是茶宴 叫茶宴 与赵举茶宴 它开篇就说 读下妄言对紫茶 对吧 对紫茶 那这茶喝什么茶的呢 这茶壶呢 这茶壶呢 是喝乌龙茶的 乌龙茶的 这个湖也有一个邪门的事 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事 我得跟你说 我不说吧 你说这不就是一湖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先告诉你 大不了的是这事 这这湖啊 全都成形以后啊 这工匠 拿一小锤 捧着这湖 跟念经似的啊 锤的 打打打打打 锤好几千线 锤一点一点一点 一点的锤 这个你软的时候不能锤 你硬了也不能锤 就是在那半软不硬的时候 把它锤出来 所以它上面呢 有一种 机理 有一种机理 你说这锤我也能锤 大不了 但是你没那耐心 你想想 这把湖 要做三百六十五把 它永远是它自己锤 它也没徒弟 它也没工作室 它也不让别人锤 它就自个儿锤 它耐着性子 每天 它觉得锤这一把湖啊 它不是每天锤一把啊 它每天锤一把 它一年就能交给我 它五年来 它锤了三百多把湖 就这么锤 每一把都跟第一把似的那种去锤法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锤的这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啊 但它锤子有意思 它这锤子啊 是纯金的 黄金的 它认为用其他金属锤出来的 那就不对了 你就说 哎呦 这事是不是矫情 我拿铜锤怎么了 我拿铜锤锤出来 你也看不见啊 是看不见 心理的事 你知道 人之所以伟大 是伟大在心里 伟大在暗处 看见的东西都不伟大 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 如果内心有一个追求 一定是内心的这个追求 不能让人看见 所以这把湖叫妄言啊 喝乌龙茶的 你看这九把湖 如果我把每一把湖都跟你说了 这挺啰嗦的 我也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听啊 所以我们捡一个说啊 捡一个你爱听的说 就是你不知道 你不懂的 你看这湖 这湖呢 叫韩宇 韩宇 不是那电影 演员张韩宇 韩宇就是 韩宇连江夜入渔 平民送客 楚山姑 洛阳亲友如香问 一片冰心 一片冰心在一湖 这首诗 手吧 王昌宁的 啊 福中楼 送新建 这是 这九把湖里 唯一 这诗歌跟茶 没有直接关系的 我为什么 要把这首诗 这个引进呢 为什么这把湖又叫韩宇呢 是因为这是喝冰茶的 你们听着这事神了吧 你喝茶全然烧开了水吧 这就是喝冰茶 你说哪来的冰茶 你知道 台湾有一种饮料 叫冰红茶吧 冰茶吧 那是受这个启发 古人是这样喝冰茶 我们先看看 这盖打开 看这壁子没有 这壁子非常密集 把最嫩的茶叶 什么叫最嫩的茶叶呢 每年春天来的时候啊 比如 第一波的 龙井 第一波的白茶 第一波的毕多春 都可以 只要是最嫩的茶 底下铺一点 然后把冰块拿来 冰块拿来 马齐了 把这盖盖上去 这冰块得这么多 看见没有 得鼓起一块来 然后你就看着它 一点一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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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盖盐 盖盐以后呢 等它彻底化完了 隔几个小时 你把它倒出来喝 我保你没喝过 你喝上时候感受 一定是尖叫 这是韩语 这个茶壶 在这九把壶里 废品率最高 它的成活率是九分之一 烧一百把壶 只能成功十一把 难度极大 这个壶形 极为神奇 那我们再看这禅经 禅经 这把壶有意思 壶身呢 跟这个 跟壶盖不一样 壶身呢 是操的 麻的 壶盖是光洁的 它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 这是一把直壶 这把壶呢 它也有摇变现象 我们能看到 上面是黑的 底下呢 是这个棕色的 它有这种边际线 这种边际线 有点像云山雾罩的感觉 这把壶 是泡黑茶的 黑茶呢 其实也是高发酵的一种茶 这壶 是这个 名出自于唐的 唐代一个和尚 叫角燃 这个角燃和尚 他写的一首诗呢 其中有一句叫 稍雨禅经 尽江睡网舍 我就取名叫禅经 有点这个 有点禅意 这壶啊 我们先说 它气形啊 第一 饱满 饱满 圆润 跟圆珠一样 它壶身的这种 操面和盖上的 这种光洁的面呢 形成强烈的对比 这是它美的一个存在 它这种存在 是一定靠对比的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它身子和盖 是采用都是光洁的 或者身子和盖 都采用是这种 操面的 麻面的 它的对比 就没这么强烈 而在这种强烈中呢 它留有这种运 这种运散 这种运散呢 自然界中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运散 就是你到山区去 早上起来 尤其南方 这种雾矮 这种飘动的感觉 这壶就这种感觉 这壶呢 握在手里的大小特合适 这个倒茶的时候 非常的舒适 非常舒适 再看 云鱼 云鱼 这是把提凉壶 这把提凉壶 可能很受欢迎 所以淘宝上有假的 我看见过有假的 假的还卖五六千的 好贵啊 它的瓣是金属的 这个金属瓣是 靠人工锤叠出来的 就是手工 一点一点点锤出来的 锤完了呢 它就要这种操劲 粗糙是一种美 细致是一种美 粗糙是另一种美 尤其在我们今天 细致的生活中 这种粗糙美特别难得 我们生活的 由于工业化的出现 我们的使用的这种 器具器皿呢 都变得非常精致 所以偶尔有一种粗糙感的 这种壶饼 你攥在手里 心里是踏实的 你看它这个壶盖 壶盖上全是军裂 全是军裂纹 它跟这个提凉的这种 粗糙感呢 是相得益彰的 这把壶呢 是泡花茶的 花茶这茶呀 有点问题 这个南方人都不喝 南方人认为北方人 喝这个花茶是一吐鳖 说你这个茶 你搁什么异味 喝的就是茶 你里头搁花 还搁茉莉花 多吐一事 我告诉你啊 这在北京一点都不吐 它为什么不吐呢 是因为过去 北京的水太烂了 北京的水碱性十足 北京过去那湖 烧完开水 那湖里全是湖碱 所以它必须用这种 花香去褶这种水的 这种苦涩 所以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这种茉莉花茶 北京的茉莉花茶 有非常昂贵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个最贵的茉莉花茶 几十块钱一斤 你今天听说几十块钱 钱的 茉莉花茶